蔡英文政府上任至今 总统和行政院长的民调 都一路往下滑 即便目前已经轻绕了 一历一艘战场 但依旧还有像是 同婚修法争议等等议题得处理 眼看着情况依旧很棘手 加上总统日前又重申 接下来要好好拼经济 今天行政院长林全 就特地邀请媒体查续 几乎是有问必答 我还不想结束 再问两个问题好了 那再两个问题好了 行政院长林全 与媒体年终查续 这次特别不一样 不但开放全程拍摄 林全还回答到欲罢不能 不过麦克风不给力 一不小心吓了院长一跳 打了一把 打了一把 虽然嘴上说要给媒体问道报 但院长可经不起惊吓 尤其近日院长总统 民调都直直落 让人担忧 院长这称号 是不是剩没几天了 我的民调低于蔡总统 这个好像自始以来就是如此嘛 所以没有什么异常的情况需要去解释的 大家也不要期待我和我明天就会走 我会走 把低民调矛头指向改革后作力 也强调自己会虚心检讨 绝不会轻易弃守行政院 不过待改革的争议议题从没停过 尤其是同婚法案 社会对立严重 法务部长邱泰三26号才说 明年2月将提同性伴侣法 被认为法务部倾向涉专法 引发外界质疑是否又是法家弯 法务部是说这是过去的一个研究报告 而且是很早期的一个研究计划案 他们只是这个部分呢 是有义务要把这个东西提出来 跟立法院了解 是这样一个报告 所以并不是代表说是行政院就会 根据这个报告的结论 去做任何的这个立专法的这样一个做法 这个价值观的问题非常的大 所以也不是行政部门说算就算的问题 那么我们当然是要尊重社会大众的想法 部队同婚表态林犬避开敏感议题 但是这施政压力有多大 看林犬嘴上这颗炮枕就知道 这证据在嘴巴上也跑不掉啊 欢迎新闻亮文浦黄云成台北报导